梅子酒真的是好喝又好香 哦!真的好喝 好!我们已经把梅子整个放进这个罐状里面 我们家做梅子酒是成熟的梅子加上冰糖 然后盖起来等着它自己来发酵 这个成果会有非常非常萌的梅子原本的香气 几个月后我们的梅子是非常的皱皱的 整个是把所有梅子的精华、果肉、香气释放出来 像一般有搭配米酒头的梅子酒 因为酒精会抑制梅子发酵 所以有米酒头的梅子酒以及单纯梅子 搭配冰糖做成发酵的发酵酒 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把冰糖放上来 我们把冰糖整个覆盖在这个梅子上面之后呢 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 一盖就是好几年哦! 像一两年的梅子酒呢都还算是小学生等级的哦! 我们家还有放十年以上的梅子酒 那样子的梅子酒出来的香气是非常非常的浓 以及梅子的香气是非常的好闻又非常的顺口 那是和一般我们快速可以喝到的 加上米酒头的梅子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这样放好之后 它就已经是完成 就等待时间来决定它的香气 有点好 grande 是家眺 intoler之后 我们要尽着眼炭的牙ö 真的也怪不错 那就是最后带恼 focuses monet 所以我们能放在干脆腿一起 看后再加上套 傭豆腿 我们快速留 volatility